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4G网络的覆盖 移动互联网的魔力正深入影响着每一个人 而在四川的雪域高原上 移动互联网也改变着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藏族人 在四川省阿爸州小金县 四姑娘山镇双桥村 37岁的何于娟身着佳容藏族服饰 坐在一大片晒干的当归中 开始了一场手机直播 半个小时后 直播观众达到数万人 订单量也不断上涨 何于娟告诉记者 2017年底偶然接触到手机短视频和直播行业后 做了多年导游的他 就萌生了在家乡直播卖特产的想法 而短短一年之内 他在各大网络平台的粉丝数超过了200万 我跟其他的主播的区别就在于 我更多的是去展现我们当地的民风民俗和文化 还有呢就是把我们当地的土特产品 会融入到我的直播和我的视频当中 去展现它 据了解 阿巴州小金县是中国加荣藏族聚居区之一 当地盛产苹果 野生菌 当归等产品 但因地理位置偏僻 销路不畅 而借助网络直播 何玉娟在2018年 竟销售了300余万元人民币的当地特产 因为其实一开始是觉得好玩拍拍视频 但后来呢 我觉得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我们当地的老百姓 我就觉得了 我就觉得有能力有多大 就是责任有多大 就带着情怀去帮助我们当地老百姓的农夫产品往全国销售 我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在川甘金交界的阿爸县 24岁的杰白是最早一批藏族外卖员之一 2016年从学校毕业后 他曾在成都 重庆 苏州等地打工 工作累 但收入并不高 2018年下半年 得知国内一知名外卖品牌进驻家乡 他决定回来工作 我觉得在外面赚钱还不如在家乡赚钱对吧 就收入我觉得美团挺高的 然后就喜欢了美团 而且也能锻领自己 杰白每天骑着摩托车 行驶在这座高原小城的街道上 他早上9点开始接单 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 每个月可以赚5000多元 在当地数高收入 我从小在阿爸长大 然后就是 以前的话就是咱们都是那种 很普遍对吧 现在很先进了 点个摊之类的都有 然后微信啊 美团啊 还有抖音啊 现在家家户户每个人都会玩 对吧 小孩子都会玩 对不对 移动互联网的虚猛发展 离不开高速的四级移动网络 虽然近年来 阿爸藏区的网络覆盖越来越广 但记者实地走访时的感受是 离城镇稍远一点的高原或村寨 网络信号变极弱 甚至没有 对此 阿爸州副州长 蔡清理表示 未来几年 阿爸州将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他同时呼吁 电信部门在藏区加大投入 为藏族民众带来更多的便捷和实惠 在藏区加强基础设备